上個月他們給我打電話 告訴我我被選中了 本週要去華盛頓 並不是說我配得上這份榮譽 但是我很高興能去華盛頓 懷念在那裡得到榮耀的戰友 我屏住呼吸 希望自己能被選中 我想我走運了 這些美國老兵 第二天就要登上去華盛頓的飛機 去參觀美國的各個戰爭紀念碑 凌晨兩點 在志願者和家人的陪伴下 這些老兵在離開奧蘭多之前 參加一個正式的儀式 我們是全美國135個基地中的一個 我們每年飛行7次 每一次帶25名老兵 25名看護人員和6名工作人員 這讓我們能夠使用 載客輛56人的大客車 每一名老兵都有一個看護人員 這些志願者每人支付400美元 參加這個項目 我的丈夫是一名老兵 他參加了這個活動 並告訴我這個精力非常棒 所以我很激動 想要當一名看護人員 一隊儀仗隊衛兵在機場迎接老兵 自從2005年啟動以來 榮譽飛行項目 已經帶16萬名美國老兵訪問華盛頓 這是一名退役的空軍醫生助理開始的 他的名字是莫斯 他在俄亥俄州戴頓工作 在二戰紀念碑修好之後 很多二戰老兵跟他說 我根本去不了那裡去不了 他是當地飛行俱樂部成員 並開始請飛行俱樂部的其他人 幫助這些老兵飛往華盛頓 第一次飛行用的是私人小飛機 把12名老兵送到了華盛頓 這個項目發展很快 現在與一家美國大型航空公司合作 來自佛羅里達奧蘭多的榮譽飛行之旅 歡迎你們 二戰 韓戰和越戰的老兵們 願神保佑我們所有的老兵 願神保佑美國 在華盛頓他們繁忙的行程包括 訪問美國海軍陸戰隊戰爭紀念碑 二戰紀念碑 越戰紀念碑和韓戰紀念碑 這勾起了很多回憶 這勾起了很多回憶 我們當時沒有東衣 我們穿著雨衣 我們把雨衣拼在一起 做成容納兩人的帳篷 在度過裝著滿滿的回憶的一天之後 老兵們在同一天返回家園 這是我參軍以來最棒的一天 沒有人抄你開槍 是的 我們高興 很高興地回來 也很高興擁有了這些很棒的回憶 這是我離開這個世界前要做的事情 這個項目每年4月到11月進行 超過2萬名老兵仍在等著開啟他們的回憶之旅 美國之音記者巴卡雷茲 奧蘭多 華盛頓報導 謝謝大家